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比较进阶的谈判技巧 它可以帮助你引导对方答应你的要求 而且还会让他觉得答应你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不是被你要求才答应你的 这个技巧就是引导对方跟你说不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冲突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可以跟我们说好 最好是他可以同意全部的要求 最好是你说什么他都说好 但好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你的房间天花板在漏水 但外面根本就没有在下雨 你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楼上的水管破裂所导致的 所以跑到楼上敲门跟邻居说 诶王大哥我家天花板在漏水诶 但外面又没有在下雨 会不会是因为水管破裂的问题啊 你要不要找个水电师傅来看看啊 如果你的邻居是个正常人的话 他应该会说 哇真的吗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明天马上找水电来检查看看 对吧如果是个正常人应该会这样回应吧 但很不巧的 你家楼上老王呢 刚好是个老黄丁 所以他就跟你说 好好好 我再找人来看看 结果过了几天之后还是在漏水 你又跑到楼上去跟老王说 诶王先生 请问你有找水电来看吗 怎么还是在漏水啊 结果他又跟你说 好好好 我会找人来看的 他真的会找水电来看吗 我看机会恐怕是不高 因为他跟你说好很板明的 就只是想把你打发掉而已 他说的好并不代表任何承诺啊 另一种情况是 你要求他找水电来检查漏水 他嘴巴跟你说好 但他其实在想的是 诶有可能是外墙渗水导致的啊 有可能是其他家的水管啊 凭什么这么笃定 说是我家水管坏掉了 但他又不想明讲 所以他就跟你说好 其实也不代表他真的会找你来修啊 就只是随口答应而已 不过人的心态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被迫要答应某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难免会有些抗拒 即使你的嘴巴没有讲出来 我例如你的女朋友跟你说 明天下班你要来载我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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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明天就载你啦 但这次心里可能是有点不想去载的 所以你极有可能 明天会随便找个理由说要加班 然后你就不用去载了 但原本你是不介意下班 后去接女朋友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你觉得被要求要去载女朋友下班 反而让你不想去载了 一件原本你不介意做的事情 就因为被要求去做 反而就让你不想做了 因为你觉得自己失去了主导权 所以为了要夺回主导的感觉 原本的好就变成不要了 所以相较于说好 大部分人其实都更喜欢说不要 因为说不要是我自己决定的 但说好是我必须同意你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女生都很喜欢说不要 要不要跟我出去玩啊 不要 要不要周末来我家看电影啊 不要 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顾客也很喜欢说不要 陈先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最新的产品啊 不用了谢谢 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了 就跟你说不用了好吗 所以在了解人性之后 谈判时就要尽可能的让对方跟你说不 让他产生一种拥有主导权的幻觉 而这个就在谈判中取得优势的秘诀 所以该怎么做呢 这个策略怎么用在楼上的老王呢 一样先走上去敲门 但是不要要求他去找水电来修 因为你知道他是个老还丹 所以你要逆向操作 先让他跟你说不 最后再引导他到你要的结果 诶 王大哥 我家天花板在漏水 但外面又没有在下雨 不知道会不会是水管的问题 如果要请您明天找水电来看的话 会不会很麻烦您呢 漏水是吧 是不麻烦啊 但我不知道去哪找水电啊 我刚好有认识的水电师傅 如果我请他来帮您看看的话 会不会让您觉得我有点多事呢 不会啊 反正我也没有认识的水电啊 好啊 那如果我请他明天早上十点来看的话 这样对您来说 会不会太早了呢 不会太早啊 十点可以 十点会我在家 好的 那我就安排水电十点过来检查咯 谢谢你 王先生 引导对方说不的技巧 也可以用在生活的各方面 例如不要跟对方说 我能不能跟你谈一下 而是要问他 现在会不会不太适合谈这件事 不要说你绝不能放弃 而是要问他 你打算放弃了吗 不要说我们下班去吃咖喱饭 而是要说 你会介意下班去吃咖喱饭吗 要打电话约客户也是一样 不要问他有没有时间讲话 而是要问他 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不方便谈话 目前是否没有打算要评估新的厂商呢 或是如果明天去拜访您的话 会不会很唐突呢 相同的概念也是用在你喜欢的对象 你终于鼓起勇气要跟他告白了 但你不确定他是否也喜欢你 所以你也不确定告白是否能成功 这时千万不要学偶像剧说 我很喜欢你 你愿意答应跟我交往吗 这句话不适合你 因为那是当你很确定 对方也喜欢你的时候 才能用的告白台词 不确定对方是否也喜欢你的话 那你就要这样说 我们也认识一段时间了 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 是不是不喜欢我 不会是吧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一个男生没有房子的话 会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呢 也不会是吧 你真是有内涵 不像其他女孩子那么肤浅 都只看房子跟车子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喔 如果我没有房子 没有车子 也没有存款 但我有一颗爱你的心 这样子我要跟你告白的话 你是不是会拒绝我呢 什么 你不忍心拒绝我 因为你只想跟我 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因为你很享受 我经常半夜 帮你送宵夜跟啤酒 因为你的男朋友很喜欢 上次我亲手为你牵 又送到你家的日本和牛 你吃屎板 不不不不 我是说 那我们还是当好朋友好了 但你不是有个很正 而且又单身的室友吗 如果我晚上 你开始帮他送宵夜跟啤酒的话 你觉得他也会拒绝我吗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 超级简单的谈判技巧 不管你提出多无理的要求 都可以让对方欣然接受你的提议 甚至还会觉得 你的要求没有那么过分啊 这个谈判技巧就是 让对方先做好最坏的打算 举个例子来说 你代表公司跟厂商 采购一批办公室家具 公司给你的预算是250万 所以你依照主管的要求 开出数量跟规格 请厂商报价 厂商依照你的需求 开报价单给你 总金额是300万 上面还标示 这是给老客户的优惠价 你想说这金额也差太多了吧 厂商的报价要300万 但你的预算只有250万是要怎么买啊 所以为了慎重起见 你又另外找两家厂商来报价 结果他们也都报了300多万 比原本那家报的300万还贵 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 厂商的报价应该是符合行情 只是公司给你的预算 就是250万 这时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直接跟厂商说 我只有250万 但这300万的货我全要 他会怎么想 他可能会想说 妈的嘞 虽然我的报价有越有点给你杀价的空间 但差了50万也太扯了吧 我的利润都没有50万 我看你根本就是来乱的 还有我花时间帮你做报价单 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在对方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 直接亮出你的底牌 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而且要让他对你有负面的想法 观感变差了 以后要请人家帮忙 就更难了 所以这时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技巧 先大幅降低对方的期待 好让你的提议 听起来没有那么糟 那你可以这样子说 不瞒您说 公司这次给我的预算 真的很少 这预算少到 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而且你听到预算是多少之后 一定会觉得我很扯 根本就是来乱的 就算你之后都不想再跟我见面 我都不会怪你的 这时对方听你这样讲之后 可能会想说 哇塞 这预算是有多低啊 不会连200万都不到吧 所以预算到底是多少啊 不管你想的数字是多少 比你想的还要低很多 低到我都不想再讲下去了 听到你这样讲 这是对方已经做好 最坏的打算了 他可能会想说 妈的 不会连150万都不到吧 如果只有150万 那就真的太扯了 好吧 你说吧 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你的预算到底是多少 好的 这里就是关键的步骤 虽然对方已经做好 最坏的打算了 但你还是要为自己 保留一些空间 你口袋里有250万 但你要跟他说 我只有230万 230万 嘿嘿 这比我想的还要多很多耶 我原本还想说 你只有200万或150万而已 230万 其实还勉强可以瞧瞧看 差距不是太大啊 这个就是你要的结果 透过降低对方的期待 反而会让他觉得 你过低的预算 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不只不会买贵 也一定可以杀到对方的底价 而且不要忘了 你还有预留20万的扣打可以用 这将立你于溢价的不败之地啊 如果你想跟主管 请假出去玩的话 一样也可以使用这个技巧 先大幅降低他的期待 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接着再提出你的要求 那你可以这样子说 经理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您说 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您一直以来都很照顾我 也让我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但我最近因为公司跟家里的关系 压力真的很大 我如果照实说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我是个很糟的员工 算了 就当我没说吧 如果你是经理的话 你听到员工这样跟你说 你会想到什么 你可能会想说 妈咧这个家务 我不是想要离职吧 好不容易最近业务才上轨道 现在就跟我搞这出戏 真是有够无言的 好吧你想讲什么你就直说吧 经理我 我 我想请假三天 带家人出去散散心 请假三天 我他妈以为你要提离职咧 真是吓了我一大跳 三天够吗 我看你请个五天好了 好好跟家人出去走走放松一下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 看需要什么再随时跟我说哦 相同的概念 使用在你的女朋友身上 他要求你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也不能跟胡群多友出去走跳 你觉得他管太多了 但不想跟他吵架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说 宝贝 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 但我一直说不出口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很棒的女孩 你给我的感觉就跟家人一样 我也不忍心伤害你 但我知道你值得更好的 我甚至有时候有种配不上你的感觉 嘎我不喜欢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有时你对我的温柔体贴 甚至会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而且我知道你也不快乐 所以我到底该不该跟你说呢 啊我要跟你分手 不是啦 你也想太多了吧 是自成他们要找我去夜店玩啊 但可能会抽烟也会喝酒 OK吗 啊 OK啊 你还要给我钱啊 不用啦 38 来个5000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先降低对方的期待 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管你接下来的提议有多糟 听起来都会更容易被接受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超好用 而且几乎每个谈判高手都在用的技巧 他可以不经意的让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的想法 而且他们还会觉得不答应你的话就太不够意思了 这个谈判技巧就是 先让对方拒绝你 再让他不得不答应你 他的做法很简单 在进行洽谈的时候 先提出一个你知道对方一定会拒绝的要求 被拒绝之后再提出你真正的要求 对方就会更容易接受你的想法了 举个例子来说 你代表公司跟厂商采购一套半公司用的监控设备 你找了五家厂商来做简报跟报价 最后选出了一家 报价刚好落在预算之内 但整体品质都不错的厂商 但他只给一年的保固 不过你担心 过保之后维修还要再花更多钱 所以你希望厂商可以维持一样的价格 但把保固从一年提高到三年 如果你直接跟厂商提出这个要求的话 那他会怎么回应 他一定会要求提高预算 因为是你自己在厂商报价之后 才提出要把保固拉高到三年的要求 要你追加预算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该怎么跟厂商谈 才能让他愿意提高三年保固又不加价呢 这时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谈判技巧 先丢一个假议题进来 让他拒绝你 然后再提出你真正的要求 那你可以这样子说 陈老板 我们很喜欢你的提案 但是很抱歉 因为你的报价比另一家高出十几万 所以依照公司规定 我们必须先跟另一家厂商谈 但如果你可以同意降价 也比较另一家报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跟你签约了 当然陈老板 我们是省油的灯 都出来做生意这么多年了 怎么可能被你一句话就唬到 他一定会想说 妈的嘞 我的报价已经这么低了 另一家可以把我便宜十几万 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们报的规格跟我一样 价格我没有便宜 你怎么可能会来找我谈呢 对吧 好的 陈老板不肯降价 因为他认为规格不一样 这时你就可以稍微退步 要求他降价十二万 他说真的没办法 你再继续要求他降价十万 他还是说这个价格 真的没有办法再降了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假装要破局的说 我好吧 既然你的价格无法降价 那我只好去跟其他价谈谈看 您回去再评估看看 如果可以做的话 再请赶快跟我说吧 然后你就可以合上笔记本 站起来准备要送客 这时陈老板的心情一定是忐忑不安的 你只要观察一下他的眉头 如果是皱着的话 那代表他现在一定在心里想说 可恶 都已经谈那么久了 真的要为了十万块就失去一笔大订单吗 但要是配合降价的话 让客户觉得我不报价格 不报价单有预留给他杀价的空间 那下次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这时就是出手的好时机 因为对方已经在总价这个问题上动弹不得了 现在就是提出你真正要求的时候了 陈老板 我看这样子好了 既然我们在总价上无法达成共识 那还是你把保固提高到三年 这对你来说成本应该不会太高 因为如果设备都正常的话 保固其实也用不到 我来去帮你跟公司瞧瞧看 如果他们可以接受提高保固这个条件的话 我就跟你签约 但我不能保证公司一定会接受 但可以问问看 你觉得这样子OK吗 好的 如果你是陈老板的话 你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另外这个技巧也适用在跟主管沟通的时候 你希望争取一个经理的位置 这是你真正的目的 所以你可以先提出一个次要议题 先让主管拒绝你 我类似像这个样子 老板如果我们这一季的业绩可以做到三千万的话 是否有机会可以提高大家的奖金比例呢 我主管可能会回你说 我业绩可以做到三千万很不错 但公司给的奖金算是非常合理了 近期应该是不会调整的 被主管拒绝之后 你就可以提出你真正的请求 好的 我了解了 但我还是会继续努力 持续达到业绩目标的 问到老板 我另外有个请求 目前经理的职位有空缺 我也希望可以带领团队来达到更高的业绩 所以我是否可以有机会 可以透过这一季的业绩表现 来争取这个经理的职位呢 如果你是主管的话 你会在拒绝提高奖金比例之后 愿意给这个员工一个 争取经理职缺的机会吗 我个人应该是会的 毕竟面对一个努力上进的员工 都已经拒绝帮他调长奖金了 要是连争取经理职缺的机会 都不肯给的话 我那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相同的概念 也可以用在生活上的很多地方 如果你想跟朋友借一万块的话 那你就要先问他 兄弟 我最近的手头有点紧啊 可以先借个十万吗 十万太多了吗 好吧 那借个一万就好了 五号领薪水就还你 如果你想跟现在的女孩告白的话 那你就要先问他 小丽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们马上去登记结婚 你说好不好 什 什么 这样太快了是吗 不过认识彼此怎么结婚是吗 呵呵 你说的真有道理 那还是我们先交往一阵子看看再说 怎么样 晚上不来我家看个电影啊 什 什么 你妈说女孩子没有结婚 不能去男孩子家住 而且拼金没有三百万就别想结婚 哇靠 你妈的要求也太多了吧 我去哪伸三百万给她呀 什 什么 拼金五十万就好 而且可以先交往再决定 我等等 怎么你妈也一堆套路啊 是不是她也在偷看张迈可的影片 而且有点击订阅频道 跟打开通知小铃铛啊 不不不不不 我是说 五十万就五十万 那我们是先交往 还是直接生小孩啊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 心机有够重 但其实很简单的谈判技巧 它可以让一个对方原本不可能答应的条件 突然变得好像合理许多 而且不答应你的话 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这个谈判技巧就是 先主动认输再拉帮结派 他的做法很简单 谈到快破局之前就赶快认输道歉 接着利用对方还有点同情你的时候 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 举个例子来说 公司最近要办员工旅游 你代表公司跟各家旅行社 洽谈行程跟价格 那最后选出了一家 各方面看起来都还不错的旅行社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行程价格 比公司的预算还要高出不少 他们的行程要一万三 但公司给的预算 每个人就只有一万块 一个人差三千 一百个就差三十万了 当然你也知道旅游行程这种东西 它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想要山珍海味 或是包下一节高铁的车厢 上面还有网品的主厨 现烤牛排给你吃 只要有钱都没有问题 当然问题就是没钱啊 这时你有两个选择 一是接受预算 这只有一万块的现实 只要选择另一家 行程没有那么好 但在预算内的行程 那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说服旅行社降价 或至少要求公司提高一些预算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去谈谈看 反正谈也不用钱 对吧 但如果你直接跟旅行社说 我们很喜欢你的行程 但公司的预算 就只有一个人一万块 你可以少赚一点帮我们办吗 你如果这样子说的话 那旅行社的成绩你会怎么想 他在心里面一定是想说 妈的咧 没有那个屁股 还敢跟人家吃些药 预算只有一万块 还不认分一点 你是要跟我一个人 砍个几千块 我赚的都没有那么多 你是他妈的外行 浪费我的时间 然后再找老板 谈增加预算说 老板 同事们都很喜欢这个行程 但预算再增加个几千块 那老板会怎么想 他一定会跟你讲说 妈的人 现在景气这么差 一根一万块 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不知足 还敢跟我来要预算 我看他妈过太爽了 我滚出去 呵呵 不要怪你的老板太无情 因为事情没有好好谈 问题总是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时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谈判技巧 先主动认输 再拉帮结派 那你可以这样子跟旅行社的陈经理说 陈经理 虽然我们都很喜欢你的行程 但预算多了整整三千块 所以很抱歉 因为我的能力不足 这次不得不忍痛 放弃让您服务的机会 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合作 我这次陈经理 应该是会感到有些沮丧 毕竟都谈这么久了 案子没有拿到一定是很失望的 但都已经表示歉意 也算是很上道了 所以他一定会主动提出 调整行程的配套 甚至愿意降价一些费用来拿到案子 那你就可以接着说 我很感谢您愿意给我们一些优惠 但预算还是差很多 而且如果要你一次吸收三千块的差价 我也觉得挺不合理的 那我看这样子好了 如果可以说服公司提高两千块钱的预算 那你可以接受用一万二来承办这个案子吗 就当作是第一次服务做口碑 你帮我这一次 下次我也会帮你的 如果你是陈经理的话 你会接受这个条件 让我去跟公司谈谈看吗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然后你回到办公室后 趁开会时跟同事们说明一下目前的情况 各位同事 有件很遗憾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我们都很喜欢的这个行程 因为预算的关系 一个人差了三千块 所以不得不放弃 只要选择另一个比较普通的行程 这次没有帮大家争取到最棒的条件 我真的觉得感到很抱歉 这次大家应该都会觉得有点可惜 但你都已经道歉了 所以不好意思再怪你 那你就可以接着说 但如果可以说服旅行社降价一千块 也说服老板提高一千块的预算 那各位可以接受每个人自费一千块钱 来享受这个比较高档的行程吗 如果你是同事的话 你会接受这个条件 让我去跟旅行社跟公司谈谈看吗 你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吧 如果旅行社的陈经理跟同事们 都同意这个条件的话 最后你再找老板说 老板跟你报告一下 关于员工旅游的行程 我由于大家票选出来的旅行社 虽然行程很棒 大家都很喜欢 我当然很可惜 因为预算的关系 一个人要多三千块 已经超出预算太多了 所以只好放弃了 但大家都还是很感谢公司 愿意办员工旅游 不过我没能帮公司 跟旅行社谈到好条件 也是觉得有些辜负您对我的期待 我这次老板应该有感受到 同事们都想要好一点的行程 但碍于预算的关系 而且你有站在公司的立场着想 他可能还会安慰跟你几句说 没有关系啦 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你不用太在意啦 然后你就可以接着说 谢谢老板的体谅 但站在公司的立场 跟员工满意度的角度来看 我还是很希望 帮大家努力看看 所以我有个提议 您听听看怎么样 如果可以说服旅行社 降价一千块 同事们也都同意 可以自费一千块钱的话 那老板你会考虑的 提高一千块的预算 来帮大家促成 这次超棒的员工旅游吗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是会同意的 毕竟旅行社 跟同事都愿意各出一些了 差价三千块 公司才多出一千块而已 如果我还拒绝的话 那看起来就有点小气了 而小气的老板 总是没有好下场 你说是吧 另外房仲也很常 使用这个技巧 一个瞧了一段食人的案子 最后要破局之前 他们都会这样说 王大哥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没能帮你 买到这个地段 这么好的房子 但其实就只差25万了 如果我可以说服 屋主再降价10万 我也说服公司 服费也少收5万 那你愿意再多出10万块吗 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 我马上去瞧瞧看 林伯伯 让你的房子 没办法在年底前卖出去 我真的对你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其实就只差25万了 如果我可以说服 买方再多出10万块 我也说服公司 服费少收5万 那您愿意少收个10万块钱吗 就只差一点点了 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 我马上就帮您谈谈看 都愿意是吧 嘿嘿 你们今天上到 那我自己愿意少收个5万 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冒拳炮 开发跟销售奖金 我一个人通吃吗 哈哈哈哈 我当然愿意 相同的概念 当然也可以用在跟你喜欢的女孩告白 如果你认识了廖老大 他那个很正的女儿 你想要跟他告白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说 宝贝 我知道你觉得我现在一事无成 很没有用 我跟你告白 你一定会拒绝我的 但如果我可以当上 劳工局的副局长 就只是为了帮你爸 摆平跟劳工局的纠纷的话 你可以跟我约会一次就好了吗 可以是吗 嘿嘿嘿 你真是有眼光 局长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如果你让我当副局长的话 我就可以帮你摆平廖老大 因为我是他女儿的男朋友哦 也可以是吗 嘿嘿嘿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廖老大 我知道你不喜欢劳工局的人 但我好歹也是副局长 而且我还是你女儿的男朋友 我很抱歉现在通知你这个好消息 但以后公司或是你家 有任何人怀孕的话 都包在我身上 我保证你绝对不会被罚钱的 都可以是吧 嘿嘿嘿 张麦可教的这招 真是有效 真是我的脱鲁恩人啊 我一定会点击订阅频道 跟打开通知小铃铛 来报道我对你的感恩之情的 可可可可可可是致明 你不认识廖老大她女儿啊 我今天跟你分享一个 进阶的谈判技巧 她能轻易的化解掉对方给你的施压 还会让她觉得你真是个好人 这个谈判技巧就是 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然后产品再加价卖 她的做法很简单 在进行洽谈的时候 当对方给你压力 要你现在就做决定 即使你可以做决定 也要表示你无法单独做决定 来争取一些时间 准备更多谈判的筹码 接着再提高产品的金额 既然让对方更容易接受你原本开出的条件 举个例子来说 你自己经营一家网站架设的工作室 专门帮客户做网站 你跟一家医美诊所的店长 谈好要制作的内容跟规格 你希望可以拿下这个案子 所以你刻意报价比行情约30万 在低一点你只报25万 你觉得这应该是个安全的数字 果然医美诊所的店长就找你过去谈了 结果一坐下来 店长马上就跟你狮子大开口说 志明啊 我是觉得你的专业跟服务都不错 不过很可惜你的报价要25万 比其他价还要贵很多呀 我是还蛮想跟你做的啦 那我看这样子好了 你就报个整数20万 可以的话我现在就跟你签约 我反正你是老板啦 这少赚一点OK啦 不行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瞎再合作咯 你看怎么样 好的 这个溢价的时刻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首先你已经报价比行情要少5万了 再给出更低的价格可能就没赚了 而且店长所有其他的报价比你更低 极有可能也是个幌子 但是你不确定 因为你的竞争对手 有可能有为了抢下这个客户 就这样亏钱他都做 但你又不想把姿态摆得太高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谈了一段时间了 而且就算少赚点 帮客户架上网站之后 接下来来还可以帮他做网路行销 SEO跟广告代操的服务 如果现在为了几万块就破局的话 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 该怎么办啊 智明 智明 你在这边发什么呆啊 那你想好了没啊 20万看你要不要做 现在就做决定 不行的话你就不要勉强 下次还有机会啦 好的 那现在压力来了 客户逼你现在就做决定 因为他觉得只要给你压力 又不给你时间考虑 你就一定会配合降价 所以这时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议价技巧 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来争取一些谈判的空间 那你可以这样子说 店长 很感谢你让我有服务的机会 但我们为了争取这次的服务机会 已经报价比行情价30万少5万了 这个价格是我们经过精算的数字 可以给您低于行情的优惠 又可以有些许的空间 来维持我们的服务品质 低于这个机能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决定啊 没办法做决定 你不是老板吗 怎么连这些小事都不能决定呢 哼 其实我们工作室有几个合伙人 大家都一起分工执行 而且各自也都有这些其他客户的案子 所以时间上都排得蛮刚好的 那还是这样子好了 我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 看可以怎么做 然后再回复您 好吗 争取到时间之后 那接下来你就要准备更多 可以用来溢价的筹码 你可以把这个案子 除了架售网站之外 其他你也会提供的额外服务 全部都条列式的列在报价单里面 让你的服务内容看起来更丰富 例如你会提供几款的设计 可以修改几次 每次修改几天可以交件 保证几天可以验收 你会提供几次操作的教学服务 每次教学几分钟 把所有你本来就会做的事情 只要报价单上面没有 就全部都列出来 然后再把每个项目都加上一个金额 或例如你会提供三款的设计 每款设计价值是5000块 或是你会提供两次的60分钟线上教学 每次教学的价值是5000块之类的 最后呢 让总金额提高到35万 然后再给个优惠价30万 更新的报价单制作好之后 你就可以回去找店长谈了 店长 我了解您要的不只是一个网站 而是一个可以有效转换流量 可以持续带来新顾客的网站 重点还要让同事好操作 自己就可以随时更新网站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仔细评估之后呢 又为您加上了一些必要的服务 来确保您的网站投资可以获得成功 所以我们最后给您的报价是30万 30万 妈的咧 怎么比第一次报价还贵啊 店长 您制作网站的目的 是想要提高店里的业绩 而不是想花20万买个对业绩没有帮助的网站 对吧 那这样子好了 您可以把另一家的报价单拿出来 我们一起逐项比对一下 如果其他家也规划这么详细 必要的服务也都有做到 不管它报价多少我都比照办理 然后再送你额外的一年保固 您看怎么样 如果另一家报价真的比较低 除非他也把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列出来 否则报价单对比之下 你一定占上风 但更常发生的情况是 店长说另一家的报价比较低 本来就想呼隆你的 但这下可好了 没有呼隆到价格还变贵 那他一定会跟你说 好啦 我懒得再与现场相比了 但你之前已经报价25万了 这么新的报价内容全部都要含进去 一样是25万 可以的话就签约 既然店长都这么挺我了 那我就25万帮你全部都做到好 相同的概念是用在买房子 中间要你在家价否则屋主不可卖 那你就跟他说你无法做决定 然后隔天再跟房仲说 我爸说屋主如果这个价格不可卖 那就退卧旋吧 不要退市吧 好啦 那你再去跟屋主瞧瞧看 我是同事小米想拗你家里两天帮他代班 你看他加班费Double的份上 同意帮他代班一天 但小米一直拜托你帮他代班两天 因为他之前也有帮过你 所以你也不得不答应 那你就可以跟他说 小米我是愿意帮你代班两天 但这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我得回去问我女朋友 因为我原本已经答应要带他出去玩了 那我问完之后再跟你说 我问过我女朋友了 他还是很坚持要我带他出去玩 因为他真的很爱我 所以他希望我只帮你带半天的班 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如果要带一天班的话 我再跟他瞧瞧看 如果他可以接受的话 带一天班你OK吗 是OK啦 可是致命 你没有女朋友啊